德国提出来在叙利亚北部设立安全区的建议 存在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在叙利亚北部设立安全区 那么谁负责保证安全区的军事秩序 也就是说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 介入叙利亚北部事务 那么在叙利亚的北部土耳其和库尔德武装 以及跟叙利亚政府军之间做到有效的隔离 那么这支武装力量从哪来 我想这个是北约现在回答不了的一个问题 如果让北约去组建 那么以北约目前欧洲盟友的水平 恐怕不指望美国是做不到的 而美国又不太可能在这个时候大规模的 以这个安全部队建立隔离区的方式来介入叙利亚内战 因为毕竟这样的一种介入 实际上在俄罗斯和土耳其 已经就叙利亚北部做出这种进一步的安排的这种情况下 那么北约的介入第一不合时宜 第二可能也不会受到什么很好的效果 但如果美国不牵头 以北约的欧洲盟友国家去组建这支部队来说 这个难度是相当大的 那么如果北约不出兵 指望着说其他的国家 就是叙利亚的周边邻国 派出部队去建立安全区就更不现实了 那么最后一个选项 就是虽然提议了安全区 但是不用武装力量进行强制性的隔离 我想如果是这样的一个安全区 也就是只有军事观察员 只有少数以联合国或者某个国际组织的名义派驻的一些监督员建立的安全区 那么即使不是聊胜于无 恐怕这个效果源于北约提出的这个理念 那会相续甚远 所以我想北约目前更主要的问题还是要想好 那么假如要建立安全区 那么谁来承担这个安全的保卫者 谁来守卫这些守卫 我想这些问题对于北约来说不是那么容易回答的